我们古人就会说族语,那么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句话没有,就是说十个光头九个腹,那么我们说到光头,就不得不说说五十二岁的郭东霖了。 他个人的印象就是他的光头格外的正亮,我们也是在很多年的春晚的舞台上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花生笑语,在春晚的舞台上的小品演员也是非常的多的,比如说赵本山,宋嘎丹,蔡明,冯公,班长江等等都是大腕级的小品演员,可是郭东霖也能在这些大腕中站的一席之地, 那也是非常厉害的哦,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风格滑稽幽默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孝心,但是在生活中的郭东霖为人谦虚,非常的低调, 因为他的作品都是和张卡丽,牛力一起合作的,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两人肯定有一个是他的妻子,但是后来张卡丽在某节目中接口否认此事,并且公开了自己的作家丈夫叫做张建全, 他们结实于上个世纪90年代,不久,之后就结婚,两人的女儿都已经是大姑娘了,这回网友说,如果不是张卡丽就是牛力了, 可是这回牛力又把大家的想法打碎了,牛力晒出了自己与老公的照片,所以也证实郭东霖的老婆另有其人,那么郭东霖的老婆到底是谁呢? 据他的朋友透霖,原来是一个80后的美女,也是演艺圈的演员来的,但是因为在家乡不叫子的时候还是要多,所以在事业上没有太大的成绩,不过人家的老公会赚钱就行了吗? 希望我们的演艺圈里的后浪中会有更多这样优秀的演员出现,给我们的大年三十带来更多的精彩。 祝愿郭东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,家庭美满幸福到永远。